为啥 这舔干净了吗 握手 高高的青山山 悬草花开放 菜一朵送给我 小小的姑娘 把她憋在你的发生 大家好小婷 这个小法度的话 这段时间一直在 咱租的这个房子这边 照顾着 眼睛恢复的也挺好 像这两天的话 就把它带回小院 照顾着 你像前段时间 你像咱带回来的 那个小十一 两条双腿粉水肌骨折的 这个效果 也是被杭州的一个粉丝 开车过来把她接走了 也算是被领养 前两天也是给她发了 这一个反馈的一个视频 也是给咱看了 狗狗照顾的一个模样 其实给大家看到了 过来 大叔过来 过去 哦 狗狗 被照顾的特别的好 这也让咱能够放下心来 因为确实过不 带回来之后 非常的严重 从带回来到 把它接走 咱是照顾了20多天 因为在这一个医院哈 做完的手术 照顾恢复 然后带到家里来 照顾 然后复查去哈 有20天的时间吧 然后 让他接走了 接走 现在有两周的一个时间 大家也能够看到狗狗的话 就是也吃胖了嘛 两条腿的话 功夫的也是很好 也是能够跑起来了 功夫的特别的好 大家也不用担心了哈 他的腿应该是 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了哈 如果有一天 心失去了远方 总说的 十一 这个新家庭吧 他是 有个小孩嘛 也是他的小主人啊 刚才看的视频也是 拿小吃啊 对不对 零食啊 他的零食一直 就是偷偷摸摸的给十一吃 也是能照顾的很好啊 早 我看着他就会有好梦一场 遥遥的天之牙 旋草花天 对于他们的一个家庭来说哈 真的 看着呢 也是非常的喜欢狗狗 对十一呢 也是特别的好 自从带回去哈 一直没有把十一放在炉子里面 就是弄了一个小窝吧 弄了一个小窝 把狗狗放在这个客厅 一直养的嘛 这样也不怕他就是拆家哈 呃 就是 拆沙发这些都不怕 呃 十一呢 也是真的挺懂事的啊 呃 你像后续的话 呃 这才带回去有 这 两个周 两周 两星期的一个时间 后续的一个情况哈 像过半年 一年哈 呃 十一的一个情况 呃 咱也会能够反馈给大家 能够给大家看到 对不对 这照顾了这么长的时间 会够恢复的一个模样 会照顾的一个情况 呃 其实你像十一啊 咱带回来 呃 到现在给大家拍视频哈 这有 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哈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其实总说也是非常的幸运吧 带回来之后 十一一点 一点苦都没有吃到感觉哈 你像 从咱带去医院 在 治疗好 够够恢复哈 然后被灵阳走 真的是 也是缘分 然后 能够让十一啊 能够过得那么好 从这一个过程也是咱 怎么说呢 救助的一个意义 对不对 咱能够把每一条带回来的狗狗 都能够让它 以后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也就是咱 最初的一个目的 对不对 嗯 也是希望大家哈 真的在外面碰到 流浪狗的话 就是尽力的给一份帮助 不要对他们抱有太大的一个恶意 还是善待他们哈 嗯 你要十一的话 后面哈 情况也会给大家看到了哈 也希望大家不用担心 恢复的也是特别的好的哈 我说 去了 去了 暗暗是下一世的侧影 我留置夜深 治疗失眠梦里 那风手写心 留在心里上底 来不及 赋予谈旅途的意义 若一切都已云烟成雨 我能否变成与你 再一次沾染你 若生命 如果唱电影 让我再一次 天梦里惊醒 我多想再见你 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 路冬下昏黄的建议 越走越漫长的邻近 我多想再见你 至少玩笑话还能说起 解想初次落叶的秋分 远古日 总统终于 一切都已云烟成雨 我能否变成雨 你再一次只认你 若生命 如果唱电影 让我再一次 天梦已惊醒 我多想再见你 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 路灯下昏黄的剧影 越走越漫长的临近 我多想再见你 至少玩笑话还能说起 街上数次落叶的重分 献心献雷远时的我们 展开心底响起 想念是你的生命 我们提着过去 走入人群 寻找这里的位置 安放自己 我多想再见你 我多想再见你 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 路灯下昏黄的剧影 越走越漫长的临近 我多想再见你 至少玩笑话还能说起 街上初次落叶的重分 渐行渐远去的我们 坐下 坐下 握手 坐下 感谢观看